后续持续要来追踪 这个巴西的进口蛋到底有没有争议呢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是农业部长陈吉仲 他说这些进口蛋全部都是安全的 也是合格的 台农蛋品也说巴西蛋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才刚刚挂保证说没问题 不到24小时改口了大翻盘 主要是因为台农蛋品后来就强调 这批巴西鸡蛋是物标效期 因此宣布主动回收下架 但是呢目前没有办法掌握 依旧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粉砖呢 脸书粉砖呢立刻就来看看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一次发现到 放了四个月的巴西蛋呢 买回去之后来看看状况是如何 您可以看到呢 他说这个在纹路上呈现出均裂的状态 看起来就好像是这个蜘蛛人一样 而且呢是臭的 打出来包含了蛋白跟蛋黄 也是拙的耶 好因此呢大家就觉得说好可怕哦 形状还不太完整耶 好网友惊呼 我今天去市场上买蛋 听到了席选蛋 现在大家都不敢买 还有人说这一阵子我不敢吃市面上 所卖的烘焙蛋糕了 好因此呢这个郑克爽呢 也有在脸书粉丝专页来写了 他说呢现在卖场流行卖 放四个月的巴西蛋 一点都不会不新鲜哦 这种做法呢你可以称之为类皮蛋 好不但长得像蜘蛛人 而且蛋白看起来一点都不恶心 这个话真的是说的蛮酸的 好当然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我们还要来看到 到底有哪些人呢 第一时间有帮这个超司说话呢 这个是呢巴西国家队吗 好主要是因为超司遭到质疑哦 这个鸡蛋的进口资格 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养鸡大王图万彩 他有跳出来 他说外行人你才会这么质疑哦 好因此呢在脸书粉专政客爽上头呢 有直接说9月1号的时候 养鸡大王图万彩帮超司来做护航 但是呢没有想到台农董作的他 立刻在9月12号就承认了 校旗有物标式因此宣布全面下架 不过这当中背后 有没有所谓的共犯结构的内幕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黄阳明 他说呢这个负责人图万彩哦 先前才以养鸡大王的名号 出面立体超司公司 其实啊被发现 他就是台农蛋品的董作嘛 双方其实就是共犯结构 因为一条龙的产业链 难怪他会出面力挺超司 好另外呢我们进一步还要来看到 日前保证巴西蛋的保存期限 没有问题的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 你现在要不要把这些过期的鸡蛋 全部都吃给大家看呢 这个是王宏威直接点名了 另外呢徐晓星也有说 农业部为了护航超司跟巴西蛋的争议 改口效期多一个月 而且还告诉你说 哎这个是手机包膜啦 陈吉仲你难道是把所谓的鸡蛋 当成了iPhone15 那么你自己就是贾博斯或是库克了吗 好当然现在引发很多很多的争议之后呢 徐晓星进一步还说 哎你把这个鸡蛋拿来当作手机做比喻 根本就是笑话 台农蛋品的巴西蛋被踢爆保存期限超过四个月 还在架上卖 农业部就全力护航说制造日期就是席选日期 因此这些蛋没有问题 还说巴西蛋因为喷膜就如同手机包膜 具有保存延长效果 结果隔不到一天台农蛋品认错了 台农蛋品认了物标效期全面下架 心中打脸农业部 而制造日期就是席选日期的说法 更让网友炸锅 泡轰那蛋不放个一年再洗 反正都没差了 原来洗过制造期限就重算 致富密码懂了吗 更有网友说放四个月的鸡蛋 是鸡蛋木乃伊吗 你以为你是iPhone15吗 你以为你是贾博斯还是库克吗 把鸡蛋当手机 这个是我们今年听到的 农业部为了帮巴西鸡蛋护航 最好笑的笑话之一 现在不过是因为民众的质疑太深 所以只是让台农蛋品替长官扛责任 农业粉砖令北好油 在揭穿农业部的谎言 售出巴西鸡蛋费用清单 直言怎么人家原厂都说 保存期限是110天 我们的农业部却说120天是安全的 这已经不是超私而是超义了吧 以巴西建国的鸡蛋来说 它的有效期限是120天 比120天 比120天 农业部的话完全是不可信 如果不是林北好油 把这些的市政公布出来 那台农会把他这些蛋品回收吗 这些蛋品已经在市面上流通 已经将近一个礼拜了 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欠人民一个道歉 林北好油跟秀出生命有人买了进口蛋 有蛋壳已经出现蜘蛛网状 更有蛋打出来直接散掉 甚至非常混浊还有臭味 蛋品非常不新鲜 让他痛批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吗 超私爆出违约一律 巴西畜牧场地址不清不楚 现在连进口蛋的食安也亮红灯 农业部还要继续装睡吗 接着让庄宁成佑台北报道 好 不过台农蛋品说 巴西的进口鸡蛋确实是物标的效期 现在已经全面的回收下架了 我们来看一下罗志强 立刻在脸书发文直批 国之将往必有妖念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发蛋荒财的妖念 好 高雄第八选区的立委参选 李明选立刻在底下留言 他说没有良心的政客 害我的女儿吃到了臭蛋跟烂蛋 真的太过分了 好 网友也纷纷留言怒喊 这应该要追查到底千万不要放过啊 好 另外也有人说 现在才知道我买到的是臭蛋 真的是恶劣透了 下架民进党 那我们百姓的生命开玩笑 罔顾人命 好 当然针对这个争议 国民党也进一步抨击了 表示说这就证明了农业部 对于超司巴西进口袋 一路从查验审核到护航的种种作为 都是荒腔走板啊 睁眼说瞎话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 你作为医师 你还看得下去吗 为什么持续的沉默闪躲 神隐逃避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